台湾影星张富美艺术展在老东方艺术中心展出 圣玛丽诺市前市长孙国泰等近百人参加艺术展节目剪彩仪式 张富美从影星华裔转身成为创意画家 她擅长画狗成了广受欢迎的画家 近年来她先后沐浴在巴塞罗那阳光与伦敦牛津的文艺氛围 结束进修之旅又发表她的新作 本次艺术展展出30多幅画作 多数为狗系列化 凸显环保减速爱护动物理念 经多年艺术创作和在欧洲与艺术家们交流 她创作的主题围绕社会议题 保护环境共进心力 让所学融入信念中表达在作品上 张富美下笔画动物时着重把狗的眼神画出来 让画布上的狗有与众不同的生命力 画中的狗狗活灵活现 仿佛从360度的视角注视它们似的 每次在家创作时 多以狗为绘画主角 狗狗在身边玩 它就用画笔抓它们的神态和眼神 张富美曾获邀参加十全十美艺术连展 获得好评 张富美 Full Maze Art艺术展为期一个月 有兴趣的民众欢迎前往参观 美国城市卫视晚间新闻洛杉矶采访报道